乌公身为五毒之手,为什么偏偏毒不自打攻击?请你查看一下攻击的隐藏段位。 在我国民间有许多的民俗,比如古时我归北方一些地方,民俗认为每年端午时,五毒便开始孽生,于是就延伸了避五毒的习俗。 那么,你们知道这五毒是哪我毒吗? 其实就是指乌公、毒蛇、蝎子、壁虎和蝉虎五种动物。 而乌公便是我们所说的五毒之手。 它的毒性非常强,但纵然如此,在大自然中乌公还是有天敌。 乌公虽毒,却毒不死大公鸡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 难道大公鸡有什么绝招?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乌公,有称百族虫、百脚虫等,大的约15厘米长。 它们的躯体上长了许多条腿,是一种有毒线的陆生节肢动物。 而乌公排毒就是依靠毒线。 当乌公被咬伤后,其毒线就会分泌出大量毒液。 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公毒。 如果人不小心被其咬伤,可致淋巴管炎和组织坏死。 有时整个肢体出现紫颠,或伤口局部会发生红肿、疼痛、胃寒、发热、恶心昏迷等症状。 如果严重的话,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。 可见乌公毒的可怕。 人们对于乌公大多都是进而远之。 不过,万物从出生以来就有着彼此相生相克的说法。 一物相一物,似乎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。 乌公身为五毒之手,自然也有它的天敌。 那就是大公鸡。 大公鸡作为一位段位非常高的王者, 每次看见乌公都是直接一口吃掉, 丝毫不惧怕它的毒液。 吃起乌公来就像是吃辣条。 那么,为什么毒性如此之强的乌公, 为什么却毒不死大公鸡呢?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。 第一,主要秘密在于公鸡的爪子。 也就是说公鸡的身体构造注定了它不怕乌公毒液。 公鸡的爪子有着厚厚的角质层, 皮肤非常厚实。 如果乌公想要咬伤大公鸡, 那就必须得将这一层角质层咬破。 但奈何, 乌公的毒钩穿透力根本不足以穿透公鸡爪子这层角质层。 就是这种得天毒厚的身体构造, 使得乌公对公鸡无从下口。 第二,毒液在公鸡的胃里被没分解。 乌公毒液与蛇毒类似, 主要由蛋白质组成。 最主要的两种就是溶血蛋白质和阻氨氧物质。 也就是这些毒素只有进入到公鸡的血液中才能起到作用。 不进入血液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。 而大公鸡吃乌公基本都是先灼死, 然后再吃。 或者直接将乌公一口吞下, 这时乌公就会在鸡的塑囊中储存, 过一段时间就进入到胃里了。 此时大公鸡的胃中煤会将乌公的毒素分解消化掉, 那么它对于大公鸡而言就是普通的食物而已。 整个过程中, 乌公的毒液都没有进入到大公鸡的血液当中。 第三, 公鸡的肝脏能力非常强。 在卢大公鸡在吞噬乌公时, 一些脆弱的被乌公所咬伤, 毒液渗透到大公鸡的体内, 公鸡的肝脏具有强大的排毒功能。 乌公的这些毒素会被肝脏排出体外, 所以无论室内室外, 乌公的毒素都无法渗透到大公鸡的血液当中。 这样一来, 乌公对于大公鸡而言, 就相当于是一条体型大点的虫子, 完全就是平日的美食。 吃起乌公来就像吃辣条。 由此可见, 大公鸡的段位之高, 纵使乌公有百般武艺也完全使不出来。 那么, 如果人不是人被乌公咬伤了怎么办呢? 其实遇到乌公, 如果你不主动招惹他, 他是不会主动攻击你的。 如果不是人被咬伤, 也不要太紧张。 乌公的毒素并不算很强, 并没有网络上所说的致命的情况。 即使有, 也是极少数情况。 被咬伤后, 立即用肥皂水清洗伤口, 伤口去不冷敷即可。 亦可用鱼腥草, 蒲公英捣烂外敷。 如果严重的话, 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。 对此,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?